然后这块有一些参数的定义了 就是ImagineSize我们的一个输入大小 你真实图像啊 就是到时候如果说你要改数据源 你真实图像输入大小是多少 你就把它写成多少 通常就是进行一个Resize吧 稍小一些比较好 Nexize咱们的一个噪音图像 通常就是这样的一个100维 不就可以了吗 然后我们的一个生成器 还有这个判别器当中啊 都是需要隐层的一个参数的 还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率 这些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参数 有了这些基本参数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构建我的一个网络模型了 构建网络模型其实也是很简单啊 咱们刚才不是把这样的一个函数都写好了吗 函数都写好之后啊 直接掉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首先呢第一步啊 把我的一个输入拿到手 输入两种吧 一个是Real一个是Nexe 把它俩输入的一个Shape都拿到手 然后呢我的一个生成器 生成器刚才写好了吧 生成器输入什么 生成器输入是咱们的一个噪音图像 然后呢中间隐层深圳源 最终输出的一个大小 判别器 判别器当中啊 就是有两个吧 我们来看 第一个是判别什么啊 第一个是要判别我真实的一个图像 真实图像啊 当中啊 还是把我的一个隐层深圳源传过去 下面是什么啊 下面要判别器 就是我的一个G生成的一个图像吧 G生成图像什么啊 这块我们来看 在大G网络当中 我生成了一个Gout吧 Gout是我生成的一个图像 所以说呢 在这里我把Gout给它传进来 相当于是把我生成的图像又放到了我的一个判别器当中 然后在这块啊 就是给大家刚才强调一点 我们reuse等于true啊 我们是要使用同样的一组参数 而不是说要优化另外的一个网络了啊 咱们这个大地网络啊 它只有一个的 只不过说 它的输入是有两个啊 这点需要大家啊 记清楚 我们一定要设置上一个reuse 如果说你要是 你要写出了两个这样一个大地网络啊 那就完全错了啊 我们其实只需要这样一个大地网络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要写这样一个目标函数吧 这个Lot function啊 就是给大家说的 我们看按照这个公式去说吧 然后前面啊 就是我们前面就不说了 我们只需要看这样一个logis 还有这样一个labels 之前啊 是不是刚才看 之前看大家说 就是我们那个 嗯 代码上 就是在原 最开始的fraud当中啊 其实不需要写这个logis和labels啊 直接按顺义写就可以了 现在需要我们指定这样一个参数 那我就把这个参数传进去就可以了 logis啊 就是我的一个预测值吧 就是把 把之前上面那部 我们是不是得出来了 所有的一个预测值啊 把我的预测值拿到手 然后labels呢 咱们来看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deloss real deloss real 是不是说 它要判别一个真实的一个图像 它真实的图像 这个label是什么 这个label是我们自己给的 我们来看 tensorflow.one select 我要做的什么 我要做的是一个都是1的一个label 为什么都是1啊 我希望啊传进来的是一个真实的图像的时候 它的预测值是越近近于1越好的 所以说在这里啊 我需要把我的一个预测值和一个label字值给拿到手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理解啊 就是我的这个label字值为什么等于1 因为呢要让生成的 要让判别的是一个真实图像的时候啊 让它结果判别是一个1 然后我们再来看 当它啊识别是一个生成图像的时候 生成图像我们再来看 主要看这块就可以了啊 这块为什么是一个zerum slack啊 之前是一个one slack 这块是一个zerum slack 生成图像它是一个假的吧 所以说我要给它判别成 它就是一个假 那所以说啊 它的一个label就是一个zerum的label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这个label啊 其实就是我们是自己定义的 咱们原始图像当中啊 它是没有一个label的 其实这个东西算是有监督学习还无监督学习啊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只要有这样一批数据就可以了 label啊 都是我们自己给它去设置的啊 我们就设置了一下 它要判别的一个真实的什么情况下 生成的又是一个什么情况下啊 它都是一个一致的 然后再算一下它的一个总体loss吧 就是这个dloss dloss有什么啊 它这个realloss 它有一个loss fakeloss 还有个loss 所以说给它加在一起 就是我总共的这样一个dloss的一个值 还有最终啊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的一个generator 我的一个生成器的loss怎么算啊 我们来看 这是我的一个生成的一个结果吧 我让生成的结果希望什么 希望它能够判 就是能够骗过咱们的那个 就是骗过咱们的生成器 骗过咱们的一个判别器 所以说我希望它的一个label值 它是等于1的 给它复制的一个label值 它都是等于1的 要是它必须能骗过我们生成器 我们生成的东西才有价值吧 所以说这块就给大家看了一下 我的一个生成的 还有我的一个判别器啊 它的一个目标函数 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定义 然后呢 咱们要写这样一个优化了 要优化的时候 首先呢 我把我在我的一个 我们之前是用了一个scope的一个域吧 我们来看 在这块我定义变量的时候啊 就是我指定了tensorflow点 我这个variable的scope指定了 它是在它的一个域 相当于啊 这个变量是在当前的这个名字下的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拿过来 哦 在这里 往上一点 哦 在在 在这里我们来看吧 就是我对我的generator 还有我对我的discriminator 它俩 首先我都是把我的一个 就是它的一个变量都拿过来 然后呢 我这个automizator 这个时候我就要去实际的优化了吧 因为现在我有一个dloss还有gloss 所以说啊 我要优化两个东西吧 啊 在这里就是对于我的一个dloss 它是优化什么的 它是优化我的一个判别器的 判别器当中我们来看优化是哪些参数啊 把这些参数给传过来 这些参数是我刚才就是拿到手的吧 就是在我大D网络当中 这块我们来看就是我是通过了一种startwith 就是我的一个命名方式 因为之前我是withscope就是在那个scope域里边 所以说所有的变原名都是会以当前scope域为起始的一个名字 这两个名字啊 跟我们之前写的那个位子里边名字是一致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在这个g里边啊 拿到了所有的一个generator的一个变量 然后d里边拿到了discriminator它的一个变量 然后在优化器里 我们用这个adm啊 adm跟我们那个t2下降有什么区别啊 这个啊 它会就是比我们那个就是sdd啊 它的效果稍微好一些 因为它会就是根据我就迭代次数啊 自适应的调整一下学习率 学习率会在每一次迭代 比如说迭代到了一次迭代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啊 学习率会慢慢减小 所以说啊 现在我们用这个adm啊 是偏多一些的sdd也可以啊 但是我们一般用adm是稍微多一些的 还是用它去minimize咱们当前的dloss吧 然后优化什么参数啊 报的参数list给它传过来 然后dloss啊 dloss的一个就是跟g相关的参数再来传进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automatizer啊 我的一个优化器 然后这些啊 都考定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训练了 训练的时候啊 这些跟咱们之前都差不多啊 我的一个batch size啊 eproach啊 还有咱们的一个 n-simple啊 是我的一个就是一会儿可逐化展示的时候 咱们再说 然后这些啊 就是我基本的一个思路 然后eproach就是说 对所有数据总共迭代300轮 然后这里我们来对我的一个 开始一开始训练 然后这块就是因为我要保存的一个变量啊 其实我要保存的变量是什么变量 对于判别器来说 对我来说是没用的吧 我只需要把最终的一个generator 它的一个就是生成器当中所就是生成 就生成器当中所需要的咱们的参数保存下来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说这块我就写了这样的一个参数 然后开始训练吧 viztensorflow session 然后在这里也实际的 先是咱们全局变量处置画 跟之前都是一模一样的吧 然后最外层循环是eproach 最底层循环是我的一个batch 一个batch 然后在这里啊 先对我的一个batch进行 先把我的数据给它拿出来 就是有这样一个nestbatch 把我数据拿出来 然后把我的一个数据拿出来之后啊 然后我要对我图像进行一个scal的一个操作 因为啊 就是我的一个结果是一个-1到1的 但是我希望的一个结果是一个从0到1的 所以说这块呢 是乘上了一个2 又减去了一个1啊 把我的一个结果做了稍微的一个改变 然后呢 在这里我们来看吧 就是我的一个牵势对我generator产生一个噪音的输入 虽然的输入啊 用nipi就是做了随便一个操作啊 就是在-1上到-1上 指定一个size是什么size 然后产生出来这样一个数据就可以了 在这里呢 我就run一下我的一个automatizer 然后实际的去优化一下我当前的一个结果就可以了 那这里啊 当我优化了一个结果之后 然后这里下面就是我的一些壳画展示啊 在这里我就计算了一些loss值啊 春lossd啊 春lossg啊 把这些loss值都拿了拿出来了 loss值都拿出来之后啊 然后在这块打印了一下 每次当前的一个结果 loss值都转进来 到时候我就可以把啊 我们这个loss值每一轮每一轮的都给它打印出来 那下面啊 就是我还可以把我就是迭代的样本给它保存下来 迭代样本进行一个保存的时候啊 就是我要执行我的一个generator让我generator去实际的跑一遍吧 实际的跑一遍 我按照我当前的一个参数 实际的跑一遍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说啊 这块我就把跑了一遍 我当前的一个生存样本 然后把我生存样本啊 再给它进行了一个保存就可以了 这块是把我的一个生存样本啊 都保存到我的一个loss当中了 然后最终呢 我再就是拍口一下 就是把我的一个结果保存到一个本地 到时候就是你可以随时的就是把这个东西啊 再给它读取进来看一下你的一个图像 那下面呢 就是一个结果啊 我的一个epo是12345一直到300 大概我不知道大家的一个CPU大概什么情况 大概半个两小时吧 半个多小时基本上就能跑半个300轮 这个mini数据啊 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然后它的一个结果就是我的一个loss值啊 会发生一个变化的 然后慢慢会达到这样一个宝盒 下面还有一张图 哇 这个300轮大概半个小时吧 基本上半个小时够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的一个啊 我的一个结果 这块就是我的一个结果 然后在这里呢 哎呀 这块因为我这个中文前面没打上一个小U 然后到时候我还得到时候 到时候大家把这个中文的时候啊 前面加上一个小U试一下 或者是在你的代码之前啊 加上一个UTL-8啊 这个这个东西我还忘改了 所以说这边没打印出来 咱们的一个中文的一个数字啊 在这里啊 就是我看了一下我的一个结果 然后对应我的一个loss曲线 咱们不有三种loss吗 三种loss曲线啊 对应的一个结果是涨什么loss的 然后最终是趋于一个饱和的 其实啊 在中间的时候就基本上趋于饱和了 然后上下浮动是稍微大一些的 因为我这个网络啊 是比较小的一个网络啊 所以说效果还不算特别好 如果说大家自己想玩的时候 你有GPU啊 你可以把这个网络写的稍微复杂一些啊 就是你参考那些论文啊 就是你百度直接搜一下 对抗生成网络啊 就是原始论文 大概14年还几几年 我忘了 14年有篇挺好的论文 到时候大家可以直接把那个论文拿出来看一下 然后下面就是我的一个结果了 然后选择一些 嗯 就是你要查看的哪个epoach 它的一个结果 然后把它给它画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啊 就是我的一个对抗生成网络啊 生成出来的这个结果 在前几次的时候啊 其实这个网络生成的不是特别好 然后越往后的时候啊 生成的这个值是越来越拘禁于咱们的一个真实值了吧 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对抗生成网络啊 从整体流入来说 它做了一件什么事 那最终的一个结果还算可以啊 虽然说咱们这个 虽然说啊 咱们这个结果还是 这个网络模型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这个结果还是稍微可以的 然后我们可以生成一些新图像 就是用我们那个 就是保存下来的那个tipoens嘛 就是我的一个当前大致意网络的一个变量 实际的给它restore一下 restore完之后 session再run一下 然后就可以生成我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值了 这就是说生成出来的一些数字啊 都是从一些噪音图像 我们来看 在这一块是实际用噪音图像做了一个处置画吧 用噪音图像进行了一个生成啊 生成出来的一个图像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啊 这个就是我这个啊 基本的最原始的一个对抗生成网络啊 从这个流程角来说啊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 是什么样子的 是什么样子的 是什么样子的